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概有三十幾間 那其實去年在我們自己大澳城的空間 也有去做過相關的展示 那今年呢 就特別跟這個鄉土教育中心 這個清鵬竹人這邊也聊到說 那我們這個百年店家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有沒有機會來到鄉土教育中心 因為鄉土教育中心比較for 這個所謂的中小學啦 這個部分的一些教育 那我們其實就很希望說 做更多的推廣 那蒙角跟大澳城白就是兩個老的城區嘛 那本來就有很多相關類似的產業 或者是型態甚至文化 那所以我們想說 過來這邊展應該也不會很奇怪 那這一次主要就是說 我們一樣把這個大澳城白年店家的脈絡帶過來 那不一樣的就是會有一些互動的地方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身後的這個拍照牆 就是我們仿這個南界印證 我們把它做成有點像是道城陰證 就是說因為它不是只有迪化傑 還有其他幾個地方的店家 對那這次比較特別的展品 像是有這個比如說林復鎮商行的 這個因為他們是未知數的代理商 那當時未知數只有發20個鐵牌給他的代理商 對然後這個是天制第一號 他是第一個被發的牌子 那其他我們也有去講說這個建築 就是我們的明南市建築的長相啦 然後還有比如說這個大華航這邊也有一些比如說 還有打棉被的用具啦 還有這個針魚刺的這個竹子的竹器啦 然後李廷香這邊大家可能都看過他的餅膜 但是我們這次讓大家可以帶餅膜回去 就是你可以拿個紙去拓印 把你喜歡的餅膜的圖樣把它帶回去 也有一些教育意義在 那03億的部分也是 就是真的有毛筆 用他的毛筆來揮毫一下 在現場可以寫一下 那這一次也有一些 可能他們即將是百年 或者是有著百年的 朝著百年的脈絡前進的 像是老貴方跟這個小花園 那小花園跟猛甲特別有關係 因為他是從萬華這邊再過去大澳城 那這個已經超過 已經到第四代的這個製協工藝 他也把老的這些製協工具借我們來做展覽 那老貴方是因為他的長輩 以前在大澳城做電影的 就是引進上海的電影 然後在這個永樂座去做播放 然後他的外公又是有畫這個活柴盒 然後所以他一直這個脈絡下來 都是有一關在地文化跟文創的部分 那這次展的 就我們展的部分是 他把他收集的大澳城這一邊的火柴盒 把它展現出來 所以就會看到 有些還在的典甲 比如小春園 然後有的可能已經不見了 那就可以看到 那上面的一些脈絡跟故事 其實都蠻有意思的 西元1853年的底下交拼 使得原本住在蒙甲的同安人遷徙至大澳城 日後更因淋淡水和航運交通方便 使得大澳城地區發展熱絡 展覽期望藉由這些店家的故事及展品 串聯蒙甲與大澳城的歷史脈絡 大澳城跟蒙甲其實是非常 從清淡開始就是非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這樣兩個城市 那不管是這個峽海城隍祭或是我們青山王祭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兩邊的在鋪鄉較勁也好 小吃的大車拼也好 我想這都是非常有關聯的 那特別是呢 峽海城隍他本身也在我們八甲莊 就是我們現在剝皮條這個地方 也離開我們將近有170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想說 是不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展覽 讓在地的居民能夠更了解說 當年這個我們大澳城離開我們這個蒙甲 甚至於到大澳城發光發熱這樣的一段歷史 我們現在可能很難想像百年之前的大澳城 然後這些店家又是經歷了百年 超過百年他們都還在的店家 我們也是希望讓大家看到說 一個店商號它怎麼去做它的因應時代的轉變 然後一直可以到現在 然後甚至有把一些好的這個老的東西 傳統的東西留下來 那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個去穿越時空去看到 當時的一些比如老照片啊 或者一些用具啊 現在可能是用機器的 以前是人工的啊等等的 那就會看到這個過程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可能很方便嘛 網路上面查一下什麼都有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展覽 讓大家生力其盡 然後去真正感受到百年店家的魅力 百年風華大道城特展即日起 在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展至10月29日 邀請民眾一同來參觀 藉由店家故事與展品 跨越時空感受老店的魅力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2023台北街角遇見設計作品 今年以東區直直走為主題 探索中校東路上蘊藏的設計能量 打造六座獨具特色的設計藝術作品 回顧中校東路商圈的文化特色和歷史故事 邀請民眾一起來看看東區的有趣設計 台北街角遇見設計走遍台北各地 在城市空間中透過各種創意視角 重新訴說城市的生活故事 今年舞台來到承載台灣流行文化的 中校東路商圈 以東區直直走為主題 探索中校東路上蘊藏的設計能量 並網絡平面設計 拼貼圖像插畫 剪紙設計劇場等六組跨領域設計師們 洗手創作 既然標的我們知道發生在東區之後 我們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會發現我們這一次的所有的設計師裡面 有像是阿濟老師一樣 就是他的工作室就在東區 每天都在這裡的 那也有像是我們新翔老師一樣 他人根本就住在台南 他不是台北人 所以意思是說阿 標的在東區在中校東路 他其實並不是只有台北人的事情 他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是一個文化象徵 或者是一個流行指標 所有我們看到的媒體裡面 明星去哪裡玩啊 去哪裡喝咖啡啊 我們開口閉口 一直看到東西 就是東區的所有的景象 這些景象 會流成很多我們成長過程當中的故事 所以其實這一次阿 我們在製作這整個作品的時候 有別於以往 我們可能會看到很多是 街頭巷尾的一些小改造 然後這些東西很有巧思 可是這一次我們就變得著重在故事性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位設計師呢 待會我們一起去看作品的時候 會發現 他們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擅長的領域 在講一種故事的方式 那除了變成把這個事情 著重在故事方面之外 我們也希望因為說 這樣子的文化中和體 東區這樣的文化中和體 因為跟我們的生活有很多很複雜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希望呢 在設計師的邀請的領域上 也呈現這個複雜性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有平面設計師 我們有剪子藝術家 我們有劇場設計師 我們有手作藝術家 跟我自己是插畫家 所以其實這種方方面面的 跟生活有關的各種設計 它其實會在經驗上面 讓大家去 有點一起體驗這個東區的複雜度 因為它是一個很生活感的事情 好比說 除了大家眼前看到這座作品 它是由很多古往經來的 各個時期的不同時空的東區影像 被用很今天很當代的方式 被融合在一起做的一個 東區印象的詮釋之外 其實我們也在國父紀念館外面那邊 我們設計了這個 東區的建築窗格圖鑑 我們有一個縮覽圖 它其實這個圖鑑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把東區很多 在台灣最輝煌時期所建設的大樓 其實他們都非常有個性 甚至我們也有像是邀請了劇場設計師 就是在我們的忠孝東路沿線的兩座U-bike站 把這兩座 把這個地方 把整個騎U-bike的這個經驗 借U-bike的這個經驗 變成一個很沉浸式的體驗 把它變成一個大家平常通勤 或者是社交的這種時候的一個心情打氣站 為什麼說東區是一個流行指標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樂子 很多奇奇怪怪的店 那這位藝術家跟我講說 他年輕的時候也是混東區的 所以很多奇怪的店 然後當初的噱頭 他都會記憶猶新 所以他就把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融合起來 變成一個假的商業廣告 讓他好像穿越時空 今天又佇立在東區的街上 那當然了 我們也有插畫家 把這個東區啊 把上面的忠孝東路 跟底下的這個地下街 還有包含最底層的捷運站 做成一個其實 到這個柱子有十米寬的一個 很像清明上河 東區清明上河圖的感覺 這樣的一個作品 有兩位跨界的藝術家 他們是街舞的舞者 跟我們的剪子設計師 因為其實東區是很多 台灣重要的街舞品牌的 工作室的發源地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能量本來 就在東區街頭了 所以最後被融合在一起 把它放成一個 是大家在穿越人行道的時候 的一個改變你今天心情的一個裝置 文化局長蔡思平表示 台北市自2016年獲選世界設計之都後 持續將設計融入城市中 這些年來在城市巷弄公園等不同地點 都可以看到風格主題多元的精巧設計 讓生活充滿樂趣 所以 2016年開始 當我們台北成為設計之都的這個方向之後 我們就每一年 都希望把設計能夠融入到這個城市 你說這2016年之後 到現在為止有沒有變化 其實蠻多變化的 我們在小巷弄 在很多的公園 都看到了設計的某一些精巧的設計 有的非常的文青 有的充滿了嘲諷 有的充滿一種調侃 那我覺得多讓這個城市充滿了樂趣 這證明設計是充滿了能量的 設計是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的 設計是可以讓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間增加一點小的情趣 所以我想作為文化局的一份子 我會非常希望 我們這個案子會繼續推 好不好 我們會繼續推 一直往前推 讓台北的每個區域 都能夠讓設計進入到這個巷弄裡頭 《2023台北街角預見設計》 作品展至11月19日 透過設計師的創作視角 以各意齊趣的街頭裝置作品 邀請民眾一起感受 似乘相識 卻又與眾不同的新東區記憶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台北市都更五件政策再加兩件 防災型都市更新專案 以及整件住宅專案計劃 只要符合法定條件 整件住宅海沙屋以及耐震力不足 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建築物 市政府將給予龍基獎勵最高可達百分之百 並且提供多元協助 積極打造嫩性移居城市 台北市30年以上老屋高達64萬戶 為了加速危險老舊建築都市更新 台北市長蔣萬安 即今年3月宣布都更五件後 再宣布加兩件 只要符合法定條件 整宅海沙屋及耐震力不足 而有危害的物件 市府就給100%的容積獎勵 那防災都更適用的對象 大概我剛剛講的一個是危險建築物的部分 那剛剛有講過是這個 這個耐震不足的部分 案例子小0.35 那這部分是我們輔導的一個對象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這個都更 其實跟都更後其實對都市環境有一些好的正向的影響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些條件 譬如說基地條件1000平方公尺 太小的這個部分 其實對都市可能也不是 都市更新或對都市的環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設定了100平方公尺 那合法房屋經過鑑定 經過耐震鑑定能力不足的部分 這大概是我們主要 主要這個 這個輔導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這個建築物裡面 都更你只要大概滿足了 大概結構安全韌性的 耐後的韌性 或者是有三環境跟居家房災的時候 你只要符合這樣的一個需求 基本上我們就會給予 大概1.8倍到2倍的一個基準能力 那這個部分是不需要 額外去有做相關的對象 你只要符合這樣的一個條件 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獎勵 所以我們原本都更的獎勵 都會知道就是1.5倍 50% 那這個是都更條件裡面 要求的一個規定 那我們這一次專案的部分 在1.5倍以下 再增加了30%的一個獎勵的部分 你只要符合剛剛講的那幾項 基本上我們就給你30%的一個獎勵 讓這個都更能夠 趕快的做進行 那另外大家有提到 它如果是寒沙屋不足 它如果是寒沙屋 又耐震鑑定不足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給到 大概兩倍的上限的獎勵為基礎 這當然是我們這個獎勵的一個內容 整宅專案的部分 我剛剛有說明的部分 大概19處 現在還有沒有 還沒有這個重建的這個部分 我們積極的協助 那我們協助的部分 這個明曼或公曼都根都適用 並不是說這個 只有公曼都根才可以 明曼都根基本上也是OK的 那基本上 剛剛也講到 你要有滿足一些設計的規範 譬如說你要退縮啊 要有雨水 要有退縮建築啊 要有雨水滋留 或者一些開放性空間的流涉 那這個部分是對都根以後的 這個都市環境的友善性做貢獻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貢獻的時候 因為都根 我剛剛有 因為整來的這部分 他基本上他的戶數非常的多 那每戶非常的狹小 所以我們大概原則上是給到 除了都根獎勵50之外 另外我們直接給50%的一個容積獎勵 那這樣的容積獎勵 基本上希望能夠確保這個民眾的一個 原面積的居住 那這邊要說明的部分 我們最高 我們剛剛還是有些彈書 這個基礎容積基本上 是以兩倍為上限 這不可能再往上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講 度非常成功 這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地價 一個是照價 一個是民眾的這個意願 意思是說他要分為多少 那我不可能給到 畢竟這個容積是一個公共財 所以我們還是以兩倍上限為基礎 那這邊跟各位做一個說評 那整台專的獎勵 基本上是給到兩倍 那這部分大家只要滿足 剛剛前面的一個條件 基本上都能夠適用 那另外我們也在思考是說 那整台的這個住戶 它單元可能非常的小 那我們現在這個基本的居住的需求 大概46平方公尺 那如果沒辦法滿足的時候 除了容積之外 到底有沒有其他的方式能夠解決 那我們這次提出來的部分 大概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是 協助去做這個媒合貸款的申請 那我們當然會去爭取到 比較優的一個貸款的方案 那另外一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就這些插額找賭的這個部分 由市府來支付這個利息的部分 那民眾還是要支付他的一個本金 那利息的部分由政府來支付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兩個方式 能夠解決這個整台長久以來 大家覺得說 那個面積比較狹小的一個狀況 更重要的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們不得不提出相關的政策 加速我們這些老舊建築物 以及有安全一律的建物進行更新 所以這一次我們多了兩件 多射出的這兩件 就是第一 防災型都更 第二 整宅專案 防災型都更 簡單來講 就是針對海沙屋 或者耐震不足的建築物 我們透過三個原則 包括 針釉因 加速半 減災害 我們這一次只要針對 耐震不足達到我們的標準 我們就給予 容積獎勵 30% 如果又是利率過高 經過檢測之後 我們就可以50%的容積獎勵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容積 我們提高到1.8到2倍之多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力道 來提高並且加速 我們這些需要 防災型的都市更新 第二個 我們減災害剛剛也談到 我們希望未來它的整體規劃 是朝向友善環境 居住防災 耐後韌性 以及結構安全四個方向 我們當然希望更新 只要 未來更新 要蓋的安全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標 那加速半 我們就加速整個神醫的速度 甚至我們用強制拆除的做法 來都市更新 來針對這些有安全意義的建物 進行更新 第二個 第二支建 就是整宅專案 整間住宅 台北市目前還有19處 並沒有完成重建 所以針對這19處 我們再一次提出專案 一樣增加容積 另一方面 我們補利息 也就是提供相關財務的協助 包括我們利息的補貼 媒合貸款 另一個 我們就是不管是公辦 或是民辦 我們都可以一體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透過整宅的專案 希望針對這一萬多戶 還沒有進行重建的整宅住戶 我們希望能夠加速 我們整個更新的速度 所以透過這兩支劍 我們希望能夠加大的力道 推動都市更新 其實上個星期 我到首爾去參加城市峰會論壇 跟首爾市長見面的時候 我們也共同討論到了 都市更新這個議題 因為首爾同樣面對很多老舊的建物 我們交換了意見 另一方面我也跟新加坡 在新加坡國家發展部的李志生部長見面 他也談到我們相關都市更新的政策 因為在新加坡 他們也同樣面對接下來 他們發展非常久 組屋的議題 現在也面臨了艱巨的挑戰 我就告訴他 說我上任之後 我沒有提出都跟五箭 他還說五箭是什麼 我說就是射箭的箭 他了解 而且我還跟他說 首爾回來 我還會再宣布兩支箭 他非常驚訝 他說你們速度好快 我說我們面對的挑戰是非常艱巨 然後我也跟他講相關的數據 他了解到 必須要大力的推動都市更新 他也對於我們提出相關的政策 也覺得很值得他們帶回去參考 所以我提這一點就是表示 對的事情我們會堅持 我們也會持續的收集各方的意見 讓大家都能夠有更高的意願 參與都市更新 北市府提出更多誘因 希望全民一起加入為老都根 保障住戶一個安全的家 蔣灣表示 北市至少有5000戶海沙屋 破萬戶整建住宅 數十萬戶未符合現代耐政標準的建築 透過都根新政 期盼翻轉城市為老現況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我國代表隊日前在亞運拿下籃球鬥牛賽金牌 台北市南港區也首次舉辦 東區社區盃3對3鬥牛賽 主辦的南港區育成里里長黃聰志 除了實現選舉的競選承諾 也期盼透過籃球比賽 吸引更多青少年投入社區事務 一個精彩的火鍋後 隨即妙傳隊友在三分線外放冷箭得分 這項在南港運動中心 進行了台北市東區社區盃3對3鬥牛賽首次舉辦 籌辦的南港區育成里里長黃聰志表示 主要是為了實現競選承諾 同時也透過籃球運動 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社區活動 剛開始還一度擔心報名隊伍數太少 結果共有45對參賽 讓本身也愛打籃球的黃聰志相當開心 參選里長的時候的政見之一 就是要舉辦社區的3對3鬥牛籃球比賽 這是其一 後來發現青少年很重要 我們就算這個族群 我們擔任里長這些年來 青少年族群比較少參與社區活動 怎麼讓青少年參與社區活動 一直在絞盡腦汁 那終於這一次先 南港運動中心非常良善美意 提供場地 我們先敲他的時間 我們這個活動辦得非常長處 不過一定會先敲場地 有場地才能辦活動 那場地確定10月1號 我們9月21號規劃 開始規劃 然後22號公告 28號截止報名 就42隊報名 這對我們這個團隊 有很大的一個激勵 還有我自己台北科大市值會 今年剛好擔任會長 也想本來就在市值會的提案 你建設的提案要舉辦3對3鬥牛籃球賽 市值會來講 青少年活動也是很難的 市值會要辦青少年活動也是很難的 我就提案通過 通過然後以專區為單位 號召幾個市值會 專區有7、8個市值會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等於是 我們國際市值會300A1區 我們台北市台北科大市值會所屬的 第二專區以下一些分會 還有育成里辦公處 還有中華民國這個榮灣南區協會 加上南港運動中心 那當然主辦單位是我們南港去體育會 我們是先寫計畫書送體育會 其實還在審查 我們就辦了就先辦 那過程是想第一報名要免費 第二要提供獎金 這是我們籌備的共識 我們都提供第一名三千 第二名兩千 第三名一千五 第四名一千 我們提供第一到第四名都有獎金 這小朋友是一個鼓勵 那果然 這個後來透過很多很多團隊 我們團隊裡面各自的通路 拜託 然後他報名進來 你知道剛開始第一天才七個 七隊報名 我想哇怎麼辦 結果隔天隔了一天 三十幾隊 決定就報了 經過激烈的競賽 四組名次出爐 國小組冠軍由V-Plus拿下 國中組第一名是敦踪 高中組冠軍由一人一千奪得 社會組則是想不到叫什麼隊奪冠 黃超市強調 台北市東區社區盃三對三鬥牛賽 明年將持續舉辦 希望透過這項比賽 讓愛打籃球的市民以求會友 也協助讓基層籃球運動在社區扎根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基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報案遭到偷拍 反遭遠景傳不牙猥褻影片 一名H小姐在台北市議員徐巧欣陪同下召開記者會 表示因為洗澡被偷拍到市林分局報案 承辦遠景卻私下加LINE並傳漏鳥影片對她騷擾 對此市林分局已經將該名遠景調職處分 並且移送市林地檢署偵辦 拿出一張張與遠景的LINE對話紀錄 H小姐在台北市議員徐巧欣陪同下召開記者會 表示因為洗澡被偷拍到市林分局報案 承辦遠景卻希望加LINE方便聯絡 一開始H小姐還不宜有她 沒想到卻收到遠景在山上拍的漏鳥影片 讓她遭受惡毒傷害 這邊看到加了LINE以後 當事人說您好 我是這個當事人想要問 對方的手機會不會被沒收 然後這個人就說我還想這狗是誰 就在談這個大頭貼以為詐騙 然後開始寒暄 然後才回覆說手機畫面都截圖後發緩 然後我們的當事人問說 他手機裡面的資料有刪除嗎 他說當然啦 然後我們的當事人也在問說 那會調查他的筆電或硬碟嗎 這個時候他又開始寒暄 開始問說你今天沒有課嗎 要好好休息啊等等的 然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 我們的當事人都是很希望了解案情 可是在這個時候 這名遠景就已經開始 利用對方想要了解案情的心態 開始跟他去做 跟案情無關的聊天內容了 後續他就開始傳網路上 那種爆料公司的搞笑影片這樣 然後他就問說 我可以傳個影片給你笑嗎 我就覺得 他應該是又要傳類似的搞笑影片給我 所以我說可以啊 然後他就回我 你不可以告我 到這邊我就覺得很奇怪 但我當下覺得他應該是在開玩笑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要告那個偷拍的男生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用這個當話題再開個玩笑 我就回覆他 你是好人 我只告壞人 意思就是我相信你 你是遠景 那我要告的人是那個偷拍的人 跟你沒有關聯 然後這段對話結束以後 他就傳了他的全裸影片給我 然後也有他的露臉 然後告訴我他去山上遛鳥這樣 這個狀況就是呢 先傳了很多的搞笑影片 然後給了我們的當事人 趁他心裡沒有防備的時候 去傳自己的裸體的影片給當事人 其實是對他的二度傷害 因為他當時是因為被人家偷拍了 所以才去向警方報案的 沒想到遠景去濫用他人的個資之外 跑去跟人家聊天以外 還做了這樣子 等於是散佈自己個人猥褻資料 那去給受害者二度的傷害 那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非常嚴重 而且不可取的喔 因為他取得我所有的個資 那當然包含地址 然後我的父母 我的居住地等等 所以他其實對我心裡造成很大的恐慌 就是我每天回家的時候 其實我很擔心他會不會因為我報案 然後報復等等等等這樣 對此士林分局蔡信夫分局長表示 代表士林分局對被害人深感抱歉 也已經將該名遠景調職處分 並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我們這位同仁啊 散佈這尾稅物品案 那本文集知道以後啊 我們在9月12號啊 我們分集就召開這個性騷擾審議委員會 那會中也經過我們委員啊 認定性騷擾成立 那我們本文集在9月13號啊 就移送我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來採除 那有關於刑事責任部分啊 我們分集就在9月15號 依這個刑法第235條 就是三波猥褻物品罪 含送這個移送士林地檢署來偵辦 另外有關這個行政責任部分啊 我們9月20號啊 我們就已已寄過 變調我們本文集警備隊啊 來管考 另外他受理本案 這個處置的成績上有不當的部分啊 我們也有給予申見啊 本案呢 這個也已經提出相關的告訴 那進到這個檢察官這裡的調查當中 那如果後續有起訴 然後有這個成立的話 那我會再要求我們士林這個分局 也要再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再將他送懲戒喔 有了法院最後的判決之後 那這個事情不能就 放著讓他過去 healthier 那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 其实有成立一个那个信操服务的咨询专线 那这边会有专业的社工 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还有相关的心理资商 那所以我们会后也会再跟这个受害者 再联系看需不需要相关的服务 由我们社会局这边做转介 那另外有关加害人的部分 那现在警局已经移送他调查的结果到社会局 那目前我们在依法规上 30天看看加害人他有没有 或是双方我们来做再申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依信操防治法做裁罚 裁罚第一次是1到5万 那因为它是因为植物质变 那依裁罚基准是可以加重1分之1的裁罚 市议员曲晓星表示 很感动H小姐愿意站出来 让信操事件受到重视 让加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检调单位也应该尽快调查 还给受害人一个公道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社会局9月开始发放幸福宝贝包 公司协力提供0到6个月的婴儿用品 卖藏礼券以及弥月祝福礼 支持新生儿家庭 疼惜您的宝贝 为了提供友善育儿环境 台北市社会局和民间团体合作 提供0到6个月的婴儿用品 卖藏礼券及弥月祝福礼 诗之支持新生儿家庭 还有膝带型的奶粉分装盒 这个可以让宝宝到哪里 分装盒 对 到哪里就吃到哪里 这样很方便的 另外呢 还有湿纸巾的随身包 现在爸爸妈妈带小孩出去 都是很担心有病菌 所以我们就是随时随差 都清爽又干净 再来呢 还有安抚的奶嘴跟奶嘴链 我们有生活小孩的都知道 宝宝在哭泣的时候 我们就塞一个奶嘴进去就好了 那奶嘴链呢 就是如果按摸摸的时候 很方便可以找得到 不会全床摸不到奶嘴 所以我们也是有很贴心的设计 另外还有纱布巾跟尿布 我们尿布提供的是新生baby用的 所以它有超强的吸收力 质感细致又舒适 而且不容易产生尿布疹 这个可以给我们的宝宝安全地使用 另外还有婴儿用的棉花棒 这也是我们清洁的好帮手 婴儿用的棉花棒 生活小孩都知道 如果说小朋友的嘴巴鼻子里面有异物 其实我们很难做处理 所以我们有在赠送了婴儿的棉花棒 另外还有防蚊喷雾剂 我们小宝宝的皮肤非常的细致 所以如果一被蚊子咬到 就会起水泡 所以我们特别有针对这个部分 找了两百多分钟保护时间的防蚊喷雾剂 然后另外还有固齿器 这个固齿器有通过重金属塑化剂 双分A等等的环境荷尔蒙检测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如果宝宝放在嘴巴里也一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提供安抚玩具 因为宝宝除了生理的需求以外 心理也是常常会需要需求的 我相信很多人长大的期间都会有这个经验 都会有一个小辈辈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提供宝宝来去做安抚 然后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质感外装袋 其实你看这个包包 一点也不像是工部门制作的包包 我们可以转过去试背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是用那种牛仔布颜色的材质 让大家这样走在路上的时候也很有时尚感 就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让新手爸妈出门的时候能够体面又方便 那我们幸福宝贝包 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我想我们未来会运用这个内含2000元 那对于零到六个月的婴幼儿 他所需的这个用品 能够来给我们台北市这个低收或者是中低收的这个市民朋友 能够来给他表达关怀 让他们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的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 那我想稍指化是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透过各位的帮忙 让我们这个台北市的市民 不管在哪一个阶层的民众都能够很这个月曆来生育 那生育之后呢可以给我们这个新生带的这个宝贝 可以有一个好的生长的环境跟这个空间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别代表我们讲话讲市长 来感谢各位今天的利林 幸福宝贝包发放的对象 为台北市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父母未满20岁 且育有今年9月以后出生的新生儿家庭 渐轻弱势家庭育而负担 同时也加码提供大卖场礼券 满足新生儿家庭个别化物资需求 还有明月祝福礼送到家 持续关怀新生儿成长 我想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有感于我们 其实在这个少子化的时代 那我们的一个新生儿越来越少 那我们也非常宝贝我们每一个孩子 我们这一次针对了这个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的小爸爸小妈妈的部分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 这个幸福宝贝包的一个这个捐赠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重点的话 我们其实今年我们很感谢 城隍庙这边能够来捐助我们宝贝包 以及所有的一个这个物品 那非常符合这个新手爸妈的一个使用 另外的部分上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次我们很多的一个教会 共襄盛举的来帮助我们来完成这项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其实这项的一个捐赠 它或许其实只是一个这个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手的爸妈以及我们中低收入户者 在捐赠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的社工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连结 也让这样子的爱跟后续的所有的服务可以串联在一起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精神 我们台北市社会局愿意办这种活动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101边 其实世界各国再先进再进步的城市 总是有一些微弱阴暗的人民需要去关怀 我们台北市政府做到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西方赢的纸 这边都赢索的 这边都是耶稣都是众教会 而且都是投注很大很大的心力在关怀台湾 关怀台北市 我们最强的教会都来 都是很大的教会 都是很愿意 其实基督徒里面遵循的圣经 其实认真讲只有一个字就是爱 我们就是说耶稣就是要爱人如己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这群基督徒都很想把爱去关怀别人 跟你们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一个社会局的相关人 你们都不晓得 你们头上都有个关怀 包括高董事长他是陈王爷 因为我小时候是姓婆叫 长大才是基督教 他就说他小时候 你看我们这长辈 他说他小时候 他知道基督教会都在关怀这个社会 所以他就去教会寻求那些资源 我们社会也有 米粉 等等 卡片 你看我在说这个 高董事一直点头 山王爷和亚叔的相关都一样 幸福宝贝包包包含许多新生儿使用物品 会就近在12区社会福利中心发放 陪伴如实家庭 共同面对新手父母的照顾压力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基隆港警总队即将签建 内政部长林又昌亲自到基隆视察业务 听取简报 出了勉励港警辛劳 林又昌特别前往基隆警察局 对于打炸交通执法以及接下来大选茶会工作 勉励同仁要全力以赴 内政部长林又昌抵达基隆港警总队 听取新建大楼改建简报 谈到基隆港是国家重要门户 如何强化商港区的警管能力 确保港区安全都是重要的关键 而港警人员配置和停射地点 都要合理的调整 才能够提升服务品质 那我们现在港警总队 会有一个签建的一个计划 这个也是我在担任基隆市长的任内 做规划也是整个军港西迁 还有整个东岸南郎带的发展 一个最后一里路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 那今天特别来视察 来了解进度 那据了解目前正在申请建造当中 将会在明年的上半年会动工 然后是这个工期是14个月 我们希望能够如指如期的完工 那给我们港警的同仁一个更好的工作 跟这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也促成了整个东岸郎带的进一步的一个衔接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东岸呢 我们东2 3 4的这个游轮旅客的一个大楼 现在已经成为军用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 跟据点 那现在军港的西迁也初步已经这个达到一个阶段 那未来如果能够再把我们港警总队的这块基地 再把它串联起来 我相信对基隆未来整体的发展 对基隆港整体的一个发展会相当的有助力 随后刘昌转往警察局访市 针对打炸 维护治安工作 慰绕基层远景辛劳 诈骗的一个案件的成长数 是以倍数的这个趋势在增加当中 那由于我们在最近这两年 积极的采取各项的一个修法 还有打炸的一个行动 这个检警调都非常的努力 不过我在这边也特别要呼吁民众 诈骗防诈其实就像我们防COVID-19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要注意相关的接触的这种模式 所以也要了解 现在最新诈骗的一个趋势跟样态 把自己防护好 也就是像COVID-19的时候 把口罩把它戴好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我想这个诈骗诈述永远不会止息 但我们要提高 这个从我们的警方检警调的一个工作 来打仗 那一方面民众要试诈 远离可能被诈欺诈骗的这种接触的机会 部长林又昌回到基隆市查 勉励基层同仁 也期许大家面对年底的查会工作 务必全力以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请民关怀弱势协会和盲人福利协进会 共同在基隆海洋广场举办盲人万花筒嘉年华 市长朋友展现各项才艺 参加的民众和贵宾都觉得相当感动 画面上是市长朋友首次挑战国标舞 能够在海洋广场展现出自己的才艺 让市长朋友相当快乐 这个国标舞我们练了半年的时间 练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这样子跳森巴舞这样子 对就是我以前也没想到市长朋友可以跳国标 然后到现在才之后原来市长朋友有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可以完成的不可能 真的觉得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这样子 那我觉得今天来跟所有的市长朋友群体一起来 大家共襄盛举来同欢乐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氛围很温馨 然后也很贴心的提供这种按摩的服务 对然后每个活动都还蛮 就是每个观组都还蛮可爱的 然后对所以就是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还蛮有趣的这样 这个盲人万花筒活动由启明关怀弱势协会 和盲人福利协进会共同举办 议长佟子伟也亲自来到现场体验市长朋友提供的按摩服务 现场的气氛让他很感动 启明关怀协会举办这个盲人万花筒这个活动 所以我刚刚也主动让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帮我按摩 我觉得我今天刚刚来参加很感动 因为听到他们的表演 然后有音乐表演有萨克斯风等等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专属的特色 我想上帝是公平的 他们其实他们也很有天分 那我觉得我们城市应该要给他们机会 或是我们城市应该要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边生活 不管是需要帮助的人 还是像我们今天的起名好朋友 我想我们应该要做好基础建设 除了基础建设以外 我想我们社会应该要多一点的关心 我也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有听有办法听到这么美好的打击乐 刚刚看着大家的身体跟节奏 我都觉得超级无敌棒的 你们一定练了非常久 所以希望接下来醒知有机会 如果一旦进入到国会 成为大家的公仆 我们一定会在身心障碍这个议题 以及弱势者在台湾 怎么样能够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件事情 一起努力跟打拼 马朗万花筒这一届是第五届 那我们邀请市长朋友来这边表现他的才艺 除了唱歌跳舞 还有一些他们的其他生活技能 比如说算命 三星产品去了解他的怎么样的使用 还有一些手冲咖啡啦 然后还有最最厉害的按摩 那这些东西都来让大家知道说 市长朋友虽然他们有障碍 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地方是比我们厉害 或者是更好的地方 那欢迎大家有空也可以到 看到市长朋友呢 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照顾他们 也让我们市长朋友走出来 今天我非常开心 所有的与会市长朋友也好 工作伙伴也好 我们在最少的经费完成一个最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感觉到温暖 也感觉到快乐 透过这个盲人万花筒活动 主办单位鼓励市长者走入人群与民众互动 也期盼社会大众给市长朋友更多的鼓励与关怀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农历九月初一 基隆慈云寺一连九天举办离斗法会 透过诵经以及点斗灯仪式 替民众一整年消灾祈福 基隆慈云寺举办离斗法会 大殿按桌上三百个斗筒 一字排开 相当壮观 每年的农历九月一号开始那个拜斗到九月九号 拜斗是那个原成光彩我们身体健康 数月发达这一方面的 斗灯主要是祈福辟邪之物 每一个斗灯都整齐排列 都有护佑的执掌 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一 基隆慈云寺举办旗安立斗法会 民间又称作拜斗 主要是帮民众消灾解恶 祈福和严寿 庙方在斗筒内会装满五股米 里面还会放上剪刀 尺 法器 各代表不同意义 剑是代表那个除魔 除魔平安 灯是代表我们的神光补照 剪刀是代表我们那个猪雀阻南 都有各种意义 正是代表我们那个玄武祖北 大概就是说保佑我们的 原成光彩身体健康 一连九天的法会 重头戏在农历出发仪式 词云寺说法会期间 除了提供民众点斗灯 也欢迎民众前来拜斗 祈求平安一整年顺遂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长龙航空城市观光马拉松 幼苗计划校园生根巡回 来到基隆建德国中 邀请长跑好手分享经验之外 也带领在地田径队学子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学习跑步知识 副市长邱佩玲特地到现场 勉励学子把握学习机会 也感谢长龙航空 把资源带进基隆 让运动向下扎根 用有趣的体验方式 让学生学习跑步的知识和技能 长龙航空城市观光马拉松 幼苗计划校园生根巡回 来到基隆 和在地六所学校的学子 进行互动 用完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带动 学生的学习动机 就是如果 以我是学生来讲的话 我就会 就是很想了解 这个 这种古板的东西 是要怎么用完的去做 对 这次长龙航空 也邀请长跑好手周婷应 跟学子们分享实战经验 透过关卡设计 提高学生们在运动训练的乐趣 要求主要就是训练 核心一些身体上的肌肉的力量 那身体主要训练 协调敏捷跟速度方面的 那篮架的部分 其实也是比较训练协调性 因为跨篮 你需要脚跟手同时去做 我觉得运动就是会想要求胜 那你今天想要求胜 你就必须要训练 那你在训练的当中 其实慢慢的那个坚持的 就会慢慢展现出来 长龙航空幼苗计划起风 活动现场包括长龙航空的协力 以及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建德国中校长 都一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那校园深耕呢 我们是从全省五个地方 从一开始的台东再到屏东 再到外岛的金门 那第四站是到基隆 最后我们在雨林做一个结尾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源 包括这些运动选手 一些比赛的心路历程 一些国际经验 跟这些专业团队 所串起来的一些活动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跟资源带到所谓的非大都市的地方 希望有一些启蒙 让那些对运动有兴趣的小朋友们 能得到一些启发 我之前在台北练中山女高 我也是田径队的 练田径非常小 谢谢 非常辛苦 我记得每一次练到 回到家里面腿都是痠的 半夜都会痛的 我在想当时我如果有长龙航空 这么好的团队来给我指导 我今天可能可以像我们周庭 这么优秀 可以成为长龙马拉松 永远跑第一名的赛者 再一次谢谢长龙航空的团队 也希望今天我们小朋友 可以好好的交流跟学习 因为基隆的希望在你们 你们自己最大的希望 也在你们自己 大家加油 我是中校国小 国小是跳远选手 国中正兵国中篮球队 那高中 基隆高中 我是参加十项 那今天欢迎来到建成国 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快快地学习 满满 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为马拉松体育活动 投注热情与关怀 提供给学子正确的运动观念 也透过活泼的课程设计 提高选手们练习田径的兴趣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带领市府团队和苗栗县副县长 率队的团队到基隆社区大学 以及基隆市各学习型城市计划场域 进行实地考察 透过县市间积极交流 促进终身学习发展 基隆在 苗栗在 学习城市站站站站 苗栗县副县长邓桂局率领县府团队 亲自走访基隆社大 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进行学习型城市计划团队共学交流 我们从104年基隆就是学习型城市的一个指标 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参与 教育处也非常的努力 那跟苗栗我们之间的互动很多 两个都是学习性的城市代表 我觉得双方面因为地理环境不太一样 所以需要学习的东西也相对的不同 我觉得它其实导入的不是高龄城市 更像是一个每一个人对地方的认同 我觉得基隆在这一块 透过交流我们可以寻找苗栗的长处 那也希望苗栗到这边可以更认识基隆 现在来到我们的月媒 我们的实地做实体的社区大学 你看到哇真的是一个人的经验 基隆从104年起 年年获得教育部学习型城市竞争型计划肯定 为全台为伍通过教育部补助县市 另外基隆市成人参与终身学习活动的比例 占44% 全国排名第五 显示基隆致力于发展在地特色的 学习型城市计划有成 透过这次交流 两县市相互学习 一起为终身学习教育目标努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再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市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co醬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单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6千至1万2千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认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